欺给付的一段话 以我之躯 孕育你的骨肉 历经层层艰辛 孕虎铲痛 沉下娃儿 坐月子期间 困难重重 身形转变 斑点留痕 欲而劳心 我并不求你深情宠溺 不怕你无尽呵护 只愿在余生中 你我能互相包容 谅解 与我不合时 你能让与我三分 岁月磨礼人心 使人知道 非眼见耳为所能体现 因眼睛与耳朵 皆易受虚假蒙蔽 顾虚以时交为耻 以心为敬 细细体察 时间乃最公正之见证者 见证人性之争蕾 明辨是非 短暂相处 茶皮性之灵角 长久交往 则看德行之深浅 一生交往 则贯人品之高下 什么叫做爱 当一位男士 从未与你起过争执 总是怜香惜玉 那么她必定深爱你 而一位女士 若从不与你发声口小 一无情绪波动 这并不代表她爱你 相反 她若时而嬉皮笑脸 时而温言软语 时而小脾气爆发 那无疑她对你情深异常 一位出色的伴侣 如同人间甘露 能减轻彼此的痛苦与困扰 男士的爱常于细微之处 女士的情流落于情绪之中 感谢您的观赏